文化問 上一集的文化問兩代家庭父母片 Degan就跟Janice媽媽說這個劃清界線的話題 說到年輕人對於衣食住行 都有一些他們很不希望和父母一樣的東西 其實你自己覺得 你的女兒不希望和你一樣的東西 是出於什麼原因呢? 我覺得他們這一代人 都是非常之有主見的 而且他們對自己的認識是深了 相比起我們以前十幾二十歲的時候 他們現在是很聰明的 知道自己想要什麼 我們那時候反而是猛性性的 都完全是不知道的 那他們現在那代人呢 我想他們生長的這個 加拿大那個文化的環境 和這個社會的環境 都是對他們是有影響的 那我想這一件事呢 我們都不可以說 去強求他們去做什麼 是符合我們的要求的 那因為他們這一代人呢 是真的要去嘗試 好想去嘗試一些新的東西 那我們在這個過程的當中 我想是很多時候 不是需要去限制他們 而是需要去引導他們 如果他們做些事 是沒有什麼原則性的問題 我覺得是沒有問題的 就讓他們去嘗試一下 我很喜歡Janice說的其中一件事 就是他們很有自己的想法 他們很想去嘗試 而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 其實可能他們不是說 要真的刻意和父母不同 而是他們做的那些事 父母未做過 未嘗試過 變相看起來就好像 要刻意做些不同的事 但只不過可能父母根本未試過 沒錯 有時說 講開這個 刻意 有時很多時候 在家裡 都會爆一些 英文出來 去認我們 而當我們叫他們 去講廣東話的時候 很多時候 是不肯去講 嗯 他懂得聽也好 但他不會拿廣東話來回應你 我們就很想去講廣東話 可以練習一下 多種語言 你到時去找東西做也好 你到時去教會事奉也好 對他自己也有好處 很有趣 剛才你所說 你自己也刻意不去講 跟父母說 他們說的語言 現在到了你女兒 就是這樣 對 因為我自己是 認識到多種語言的好處 我現在就不逼他了 反而是等他自己意識到 有這個需要的時候 我相信他都會肯去講 因為現在懂得聽 即是你講是只差一步 他不是不懂得講 他是懂得講的 但是不肯講 如果他有這個需要的時候 我相信他都會開口去講 看看神的時間是怎樣 所以我現在就沒有逼他 說什麼語言 這些其實相對來說 都是一些很簡單的事情 但是在基督徒的家庭裏 子女看見父母的時候 父母很多時候 會很想教一些東西 或者說一些東西給子女聽 只不過尤其是在基督徒的家庭裏 我覺得很不容易 因為父母很多時候 都會做到一些 可能是在外面不做的事情 就是可能對於子女來說 看到就是一些不好的一面 當他們看到這些不好的一面的時候 你要再去教訓他 甚至乎用聖經去教導他的時候 可能他們更加會不聽 因為他們可能覺得 父母說一套做一套 對他們來說 這件事是絕對不容易的 Janice 你覺得 是不是會有這個難處在這裏呢 是一定有的 我都講過例子給你聽 我寫一篇論文的時候 那篇論文是用英文寫的 那女兒剛好走過 然後就納到 她說 你寫這個 事奉和家庭嗎 然後她就看到那個 提王太前書三章五節那裡 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 因能照顧神的教會呢 那一句 那她就說 媽媽 你這陣子 好像沒什麼照顧家 那她就說 這陣子 你好像教會事奉 又讀書 很忙的 你都不理我們 然後呢 那我就 我就馬上醒覺 對了 這陣子真的 太忙 忽略了她和爸爸兩個 這樣 好像 不單止是我 我 我拿一些 經文去教她 很多時候 我們是拿一些 經文在那裡討論的 這段經文是 怎樣解釋 有些什麼 大家可以分享 反而 有時候 女兒會提醒我 你有時 是不是太忙 你是否忽略了我們 我覺得 真是新教勝於研教 如果自己不是走出來的 你真是教不了她 我想始終子女 其實看著父母 其實是看到很多東西 可能做父母有時 覺得 兒女都不會怎麼理我 她有他們自己的世界 但不是的 其實他們是暗地裡 看到很多東西 然後有些什麼事 她一句得來 父母就沒有話說 我想有時 父母太過擔心 年輕人 可能會有機會迷失 不知道怎樣 但是同一時間 父母有時 我想也沒有想過 其實可能自己也會迷失 自己在家裡 那個角色 要做的事情 尤其是在教會 有多事奉 多事情做的時候 亦都會在這種情況下 迷失 都需要多些想想 有沒有這種情況出現 是嗎? 是啊 真的 我們最親近的人 是了解我們最多的 而我們在家裡的言行 舉止 如果不可以說服到他們的時候 其實我們跟她說什麼 聖經的經文 都是沒有用的 嗯 所以我都經常提醒自己 我可以這樣寫出來的時候 我都要自己去做得到 還有這樣才會影響到女兒 如果她在我身上 看到媽媽真的可以有些改變 如果她跟我提出這樣的建議的時候 我去做出這個行動 去關心一下多些 擺點時間 去關心一下她和爸爸的時候 她看到我這樣主動地去接觸她們的時候 去關心她們的時候 我想 對於她來說 那個不是一個 只是說是發揮到的效用 而是她真的看到 媽媽是有這樣的行動 有這樣的心 去為這個家去付出 去管理這個家 其實我們經常都說的 父母身體力行去做給子女看 永遠都是勝過千言萬語的 父母那些 你都不聽我說的 或者我經驗給你多知道 什麼是很與壞的說話 其實真的可以退休 因為做給年青人看 他們自然會看到 看到自然會復 復自然會記得 父母和年青人子女的界線 也都因為這樣 自然可以變成虛線 有溝通的渠道